台北医学大学封信澎湖队今年巡回医疗议诊活动 首次前往了马公里岛胡经理举办议诊以及家庭放式 期望将服务热忱传递到更多需要的角落 马公市长黄建忠说 马公市里岛之一的胡经理医疗资源较匮乏 常因交通不便未能及早筛检 导致无法掌握有效的黄金时间 为了里岛居民的健康 首次争取北医封信澎湖医疗团队 前进胡锦来议诊以及家庭访试等等的活动 他特地专程来到现场 向医疗团队的贴心以及用心 致上12万分的谢意与敬意 医学院封信医疗团队 我们在上个礼拜 有到澎湖一所国中四所国小 举办了医学宜 然后今天利用灾后的日子 我们由我们的邱总招 带领了我们的医学团队的大概80位师生 来到我们胡锦宇 来这边帮我们议诊以及家访 我们非常感谢台北医学院 工信医疗团队 这十几年来对盆湖的照顾 然后里岛偏乡 继续这个服务 我们也再拜托 北医明年能够扩大 多几个偏乡 来一起为我们的服务 来这边 市长黄建宗也强调 感谢台北医学大学进修推广处 组长邱盛博 亲自带领将近80位各科 医护精英团队 以及仪器前往胡锦 让里岛的乡亲 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该团 多科别的服务 而且全程免费提供疫苏医疗 再者过去的12年来 台北医学大学封信社会医疗 以及医学知识推广服务队 不断地深耕澎湖举岛 为本县提供专业医疗服务 并积极推广医学知识 让爱心和正能量在澎湖传递 记者陈荣誉报导